习近平到访赛内加尔中共官媒称,中非关系非同寻常,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赛内加尔访问赛国总统萨勒,在机场欢迎习近平,路透社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赛内加尔,这是十年来首位最高层级的中共领导人到访赛国,中塞两国周六将签署一批协议,旨在强化两国经济关系。 新华社报道称,中非关系非比寻常习近平,当地时间周六下午,抵达赛内加尔首都达卡尔,受到了赛内加尔总统的赛勒的迎接两国领导人,应在未来几小时,签署几个重要协议。 但赛内加尔总统府并未指名涉及哪些领域,习近平应于星期日向赛内加尔总统面交中国企业修建的摔跤管的钥匙。 摔跤是一项在赛内加尔非常受欢迎的体育运动。 中国是继法国之后,赛内加尔第二大商贸合作国。 2016年根据官方数据,两国的贸易量达到20亿美元,中国是赛内加尔花生的第一大进口国。 2017年仅进口,花生金额就达到6,860万欧元。 2016年这一数字,才是3,650万欧元赛内加尔对中国出口单。 2017年总数达到了1亿1,500万欧元赛内加尔,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花生及矿石。 中国是赛内加尔继法国之后第二大供货国,赛内加尔从中国进口产品总额由2013年的3亿4600万,增加到2017年的5亿5900万欧元赛内加尔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包括接收器电表,以及建筑材料。 赛内加尔增加从中国进口建筑材料,主要同建设赛内加尔国家工地的中国工程队有重大关系。 赛内加尔的许多基础建设,包括位于达卡尔及外省的体育馆,高速公路国家大剧院,国家摔跤场以及黑人文明博物馆,都是由中国工程队修建。 总体而言中国从2005年与赛内加尔复交以来,向赛内加尔提供的贷款超过了18亿欧元。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赛内加尔的访问是第二位中共国家主席对干国的访问。 2009年,他的前任胡锦涛访问了赛内加尔。 习近平应于星期日离开非洲之行的第一站赛内加尔,随后前往卢旺达及南非访问。 中国近十年来大举进入非洲西方舆论批评有新殖民主义之嫌,新华社则在周六发表了中非关系。 为何非比寻常习近平这样说一文,称重情义讲气意义立相间以义为先? 中非关系最大的义,就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发展。 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华社还用习近平中国和非洲国家是换奈之交换奈之交不能忘,来强调中国和非洲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 21日卢旺达新时代报发表了习近平署名文章,中卢有疫情比山高,习近平文中强调中卢友好是中非友好的缩影,不过中共领导人在海外的一些做法也引起中国人的不满。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习近平访问一时,致信习近平信中说前些日子,习总在大会上讲,中国向166个国家提供近4000亿人民币,援助派遣。 60万援助人员民间把这些活动说成是大撒币,他认为中国有大量雄困人口存在上学难,养老难,看病难,期待解决中国的人均产值。 在世界上排名第79位,我们有必要去国外大撒币,充阔老,妈他奉劝习主席出访,不要大撒币。